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警官又要吊丧 又要被警察局调查 正是倒霉到家了 正在帮父母入关时 有人发来消息 说因为上级要求调查高警官的车 请将赃物转移 这时车上只有路人甲并没有什么赃物 高警官被冒出一身冷汗 正一筹未斩时 突然想出一个大逆不道 但有精妙绝伦的想法 就是将路人甲的尸体藏在母亲的棺木里 高警官支开了直班的 巧妙地将尸体从通风口运了进来 装进关木后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这时路人甲的电话突然响起 关木已安装了回去 只能祈求电话不再响起 则日看着母亲入土为安 总算松了一口气 回到工地中的她应搜到的财物 不能以定罪 只是写了检讨 在一次嫌疑犯通知单上 看到通缉令上的人就是被自己撞死的路人甲不敢置身 跟着队伍一起前去捉拿 可是扑了个空 回到办公室 高警官正在休息时突然有人打来电话 说自己看到那碗 就是你撞倒了路人甲 并把尸体撞进了贺北乡 高警官被此人的一言一行整出了一身冷汗 在对方的威胁下 两人见面了 此人也是一名警官 专门负责毒枭这一款的案件 朴警官声称 只要你叫出尸体 我就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高警官看朴警官对死者比较重视 这里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连夜赶到了母亲的坟墓 挖出了尸体 拿了死者的手机 检查尸体时看到胸口已经中枪 这件事情肯定和朴警官有着密切关系 拿回了死者手机 联系了一个路人椅 交流得知 原来朴警官身为警察 却干着毒品的勾档 路人甲就负责帮他保管金库钥匙 因路人甲鞋款和毒品逃跑 才被朴警官追杀 高警官想 该钥匙一定还在死者身上 并又折回拿着仪器 仔细地搜查了一遍尸体 在死者的私处找到了钥匙 和朴警官约好早上六点 把尸体还给朴警官 并把尸体扛进朴警官的车 在临走时 将安装在尸体身上的炸弹 按下定时炸弹 在一声爆炸中 汽车被炸飞 高警官看着汽车沉入了湖底才离开 以为一切皆大欢喜时 朴警官上门找到了他 两人见面就扭打在了一起 最后 在枪走火中 朴警官被杀死 高警官自首后揭发了朴警官的所有罪行 因揭发有功定他无罪 最后 高警官离开了警局 带着钥匙来到了金库 本想用背包带着所有的钱 开门的那一瞬间被吓坏了 一窝子的钱似乎要用小型卡车才能运走 难道这就是人的尽头吗 这里请问你 如果是你做官 你会贪吗 欢迎在留言区留下您的神回复 我们下期再见